台中一名穿雨衣的硬招女子在13号持刀闯进了一辆自小客车的后座 没想到呢她居然在车里头砍人导致司机的手背受伤 远景上午逮到女子而涉嫌杀人的硬招女子则是表示 她是因为惨遭白嫖才会砍人 但后来才发现她除了上错车也砍错人了 这个月13号建明穿雨衣的女子头戴安全帽 持刀进入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砍伤驾驶 警方调出了监视画面找出女子逃逸时的影像 当时她已经脱掉雨衣并且沿途更换衣服脱掉安全帽急着要逃逸 杀人的动机是因为她是硬招女子 那因为她对曾经被白嫖或是这个退货的情形 然后她就引发她不满心有所不甘 充满了怨气因此在案发当天看见路过的车辆当中 误以为驾驶就是嫖客下手行凶 事实上在车内的是一家三口 原本在水果摊前买水果 充满强行上车砍人 父亲为了要保护儿子手臂被砍断动脉 为什么要砍他 你认错人了 你当时有吃药是不是 涉嫌行凶的女子当天还疑似嗑药精神恍惚 警方也在住处搜出了FM2药丸 随暗移送 我们下期再见